年節將近 台灣本土賀歲片巨星 竹葛亮又有新的作品 又在大螢幕陪伴大家過歡喜年 以穿越時空為元素 敘述日治時代繁華的大道成 而淡水區的有限電視業者 紅樹林有限電視 也趁著農曆春節前 與全體員工團聚 一起進電影院看電影 以行動支持國片 今天很高興紅樹林有限電視 能夠有這個機會 去治癒社會 回饋於社會 那我們今天 帶著這個淡水區的 這些志工朋友們 一起來欣賞這個大道成的電影 那大道成這部電影 也是由我們的同業凱博 所投資拍攝的 那希望大家呢 在過年期間都能夠 共同來電影院欣賞這部 好看的電影 感謝紅樹林這次給我們 志工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們一起來支持國片 那也是對我們志工的一次肯定 謝謝紅樹林這一次 給我們的這個動力 讓我們志工 往後會有更多的能力 能量來為社會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除了紅樹林有限電視員工 團聚之外 現場也邀請到淡水區 志願聯合促進會的 40位志工朋友們一起看電影 而志工朋友紛紛表示 以往自己都是服務群眾的人 今天轉換角色變成受惠的一群 感覺很特別也很感激 紅樹林有限電視台都在做 非常多的公益活動 那也很感謝他肯定 我們志聯會的一些志工 我們的志工長期在淡水區 為需要幫忙的來服務 我想對我們志工的服務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希望我們志聯會 還有我們那個紅樹林有限電視 繼續在公益這方面多做努力 我覺得很好啊 因為這是我們的本土電影 而且我們我們趁著紅樹林有限公司 他們為了要支持公益 然後讓我們大家有可以看 這個公益的票 我覺得很快樂又支持國片 我覺得非常的棒 反正這個活動真的很好的 就是促進國片嘛 然後我們志工的時候 有時候也可以跟親子的互動 就是說有時候在外面工作 有時候要休息一下 真的是非常好的活動 此外透過這個活動 不只是要與大家年前團聚 也希望全體員工和志工朋友們 一同欣賞電影之後 能夠將今年一整年的疲勞卸下 一同感受正向的激勵 開開心心心 心靈充滿能量的過個歡喜年 記者陳柏惟 許端毅 廖品函 台北市 蔡蓬報導